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据悉,针对目前全国上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,央视2020年农历鼠年元宵晚会2月5日下午和晚上在北京央视1号演播厅开始录制节目。 多位明星向封面新闻记者透露,今年央视元宵晚会,从主题、风格、内容、阵容等多方面,与往年相比做出了重大调整。 晚会将以万众一星重置城城抗击疫情,鼓励信心为武汉加油打赢阻击战的节目为主打。 因为疫情的缘故,举办了30多年的央视元宵晚会暂时取消现场观众的设置。 确保防疫工作严密到位。 2月5日下午,多位明星艺术家参加了央视元宵晚会的节目录制。 刘静、张国立、凯莉等应邀参加抗击新冠肺炎施朗诵。 令人关注的是,宋丹丹也参加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施朗诵。 央视鼠年春晚中,有一个特殊的节目,她没有经过精心的排练, 却被无数观众誉为最感动人心。 主持人白颜松第一时间亲情撰写情景报告爱事桥梁, 并与汤辉、水军义、贺红梅、海霞、欧阳夏丹等主持人共同演绎, 向全体国人传递我们一定赢的坚定信心。 据悉,今年的央视元宵晚会,白颜松、汤辉等人还将有节目奉献。 令熙,湖南卫视、东方卫视、江苏卫视的元宵晚会也大有创新, 增加了众志城城抗击疫情主题节目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 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 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